这个是猪肺 我已经提前清洗干净并切成块 这个猪肺不要切太小 等我一包的时候它缩水比较厉害 然后这个是牙签果 这块骨头它的肉比较香 用来煲汤特别好 没有的话用龙骨也可以 还有这个是猪粉肠 用来煲汤也是特别香 我们先把粉肠放到锅里面焯一下水 这个粉肠焯水时间不用太长 煮到它变白了就可以捞出来 猪肺跟锅头也下锅焯一下水 猪肺煮差不多10分钟就给它捞出来 过冷水清洗干净 所以这个猪肺就比较费功夫 擦完水之后也还要再多洗几遍 这样子反复挤压 挤压掉里面的脏东西 接着把这个粉肠切成段 稍微切长一点 这个是今天市场上买的橄榄 价格还挺高的 10块钱一斤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砂锅 把所有食材都倒进去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最后加入两片姜 先大火煮开 再等小火煲一个半小时 煲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的猪肺橄榄汤就煲好了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少许盐调一下味 这个汤已经包得很浓稠了 可以闻得到一股很甘甜的味道 这个本肠的粉已经全部包到汤里面去了 这个橄榄猪背粉肠汤 要生精润燥 用背止咳 然后口感又比较甘甜 适合一家老少喝的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动态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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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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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点准备 Mé friction